王林律师你好 Nancy好 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王林律师给我们分享 好多客户有在问 信托会不会影响税的问题 今天你能不能给大家讲解一下 没问题 像很多客户都担心说 我虽然把资产放到信托当中 受到信托的保护 没有遗产认证法院的认证程序了 孩子的债权人票拿不到了 但是会不会对我造成税务上的一些改变或者负担呢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 大家可以放心 其实信托呢是分成很多种类的 那么绝大部分的信托 对我们的税都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 就是我正常该怎么报税就怎么报税 报税程序和报税待遇 甚至是这个信托都没有独立的税号 都是我个人的社会安全号码 所以说跟税没有任何关系 对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什么都不变 那当然有一种信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税 就是我们叫做避开遗产税的信托 或者叫做irrevocable tax avoidance trust 那么这种信托呢 它是针对于要交遗产税的高净资产群体而言 比如说在2024年 今年呢 在联邦层面上来讲 遗产税的起征点是一个人1361万美元 就是在过市的时候净资产达到1361万美元的话 那么超过部分会有40%的联邦遗产税 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在过市的时候 如果有1461万美元 那么我超过1361万美元 这100万当中的40% 就是40万呢 我就要去交这个联邦遗产税了 那所以说 如果对于高净资产人群 不希望自己以后有大量的资产 要交遗产税的话呢 它也是可以选择 把超过遗产税起征点的部分 放到这个不可撤销的遗产税的信托当中 通过在有生之年放弃财产使用权的 这样的一个代价或者方式 获得未来不用交遗产税的这样的一个好处 但是实际上呢 大部分的朋友 因为并没有到这样的一个资产量嘛 所以说遗产税对它来说呢 也不构成一个现实的威胁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做这个 不可撤销的遗产税的信托 那当然一旦做了不可撤销遗产税信托的 这个高净资产的朋友呢 那我们就要做好资产增值税和收入税会变高 比如说我如果放的是一个房子是股票 那么这个资产呢它增值了 可能房子的市价涨了 或者说这个股票呢它的价值涨了 我卖了之后赚到钱 那我要交的资产增值税 包括比如说我房子在出租 或者股票有分红 这个收入税 它都会比个人要高一些 那最高可以达到40% 就像个人最高不会达到20%嘛 所以等于是有20% 20个百分比的这样的一个差值 但是大部分信托呢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避产税的这样一个需求 所以都是可撤销信托 就比如说活着自管自用 神志不清家人贷管 或是没有法院程序避开法院的 或者说进一步保护孩子的债权人配偶拿不到 或者是不可撤销 但是不是为了避产税 而是为了我本人如果有债权人的话 比我本人的债权人这些信托呢 甚至都没有独立的税号 用的是我自己的社会安全号码 所以它在报税程序和报税待遇上 和我本人也是一样的 不会对我的报税造成任何的改变 或者是负担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去使用信托 保护自己的资产 不会给自己的税务造成什么区别 谢谢 谢谢王林律师的回答 那么就是人寿保险 通常放在哪个信托会比较好一些 通常是您是怎么介意的 是 人寿保险的话呢 它的这种资产的一个特征 就是大部分人可能看中的是 他过世之后的这个死亡赔偿金 就是可以把这个死亡赔偿金 留给自己的家庭成员使用 这样的一个好处 那么有生之年 当然也有一些生前的福利 比如说像大病保险这一类的特征 或者长期医疗护理 就是说我生大病了 或者说有长期医疗护理的需求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保险公司也会给我钱 就不用等到我过世 就是在我有所需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给我提供一些资源上的这个帮助 那所以说呢 这一类的信托的话 首先我想请大家思考 就是你达没达到遗产税 这样的一个程度上 那如果说你的资产达到了 比如说在联邦层面上 一个人超过1360亿万美元 那就意味着 其实他已经达到了要交遗产税的地步 那如果他是不想交遗产税的话呢 那么可以考虑把人寿保险 放到这种不可撤销的遗产税的信托里 就是irrevocable tax avoidance trust 那么放下来之后的话呢 人寿保险的死亡赔偿金 就不用去交遗产税了 比如说可能他有一个200万或者是500万 那么就是这个死亡赔偿金啊 那这个人寿保险的这部分资产呢 就不用去交遗产税了 而且比较适合放不可撤销 遗产税的信托的一个原因 对于人寿保险 是因为人寿保险本身是没有资产增值 没有收入的 他就是过世之后一次性的 这个死亡赔偿金出来 所以说呢 对于人寿保险放到不可撤销的 遗产税的信托里面 是不会给我们的这个资产的 报税造成负担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是达到了 要交遗产税的程度啊 现在再说一次联邦2024年 1361万美元 一个人啊 一个人其中静止 所以说呢 如果是这批朋友呢 我们可以考虑把这个人寿保险 放到这个不可撤销的 遗产税的信托里面来 那如果要是你放进来之后呢 有一个连带的一个缺点 就是说咱们以后不能再用这个 生前福利现金价值的部分 比如说我不能再把这个钱 从人寿保险里借出来 因为这个钱已经不是我的 我已经放到不可撤销信托里了 或者如果要是 这个有一些生前的福利 比如说像大病保险 说我生病了 这个保险公司给我赔钱 或者说长期护理的 这个长照保险 比如说我需要别人来照顾我了 保险公司请人来照顾我 那这部分生前福利呢 随着我把这个人寿保险 放到这个不可撤销的 B产税的信托里 我自己本身呢 就不能再用生前福利了 所以说应该讲说 大家如果要是你的资产量 没有到这个遗产税的起征点的话 那你就不用考虑 把它放到不可撤销的 B产税的信托里 如果到了你考虑 这个人寿保险的 这个生前的福利还要不要 如果不要 那就可以考虑放到 这个不可撤销的 B产税的信托里 如果要的话呢 还是先把它放到可撤销 那么可撤销的一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有生之年 这些现金价值 就是我生前可以向人寿保险公司借钱 包括说如果出现了一些极端情况 比如说大病啊 需要长期护理啊 我都可以和人寿保险公司 让他提前把钱赔付给我 来做一个应急之需 那么同时呢 就是我把它放到可撤销信托里 一个好处 就是我百年之后 这个人寿保险现金出来了 我给我的孩子 那我可以要求说 这个资产值给我的孩子 那么如果孩子有这个债权人 签人钱呢 或者离婚有配偶 他的债权人和离婚的配偶 是拿不到的 就是对他形成一个保护 那或者呢 我也可以说 万一孩子未来 这个孩子 他本身需要拿这个政府福利的话 那么我的这个钱 不会影响到他的政府福利 就是他既能用这个 我的钱也能拿政府福利 所以我的这个钱 不会成为他拿政府福利的障碍 要不然我的钱直接给孩子了 那他钱太多 政府就不会给他福利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 可能会想限制一下孩子的使用情况 比如说像我知道有一个客户 那他的太太过世了 过世之后呢 就是人寿保险二十万 给两个孩子一个人十万嘛 那结果后来一年之后 两个孩子就来找父亲 说这个钱没有了 需要父亲再重新给的钱 那父亲就说说 那你母亲那十万的赔偿金跑哪去了 两个孩子说那我花掉了 那这个就等于是每年 每个月可能都花的比较 比较多这个钱 那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想限制他 比如说我们每个月顶多 你可以拿我的这个五千 或者说呢 这个三十岁之前 你顶多用完三分之一 比如说三千到四千 所以说等于是把人寿保险 放到可社交信托里呢 那可以帮助我们实现的是 不但要把资产给孩子 而且是在我们过世之后 对孩子是有这个限制的 比如说他三十岁拿多少 四十岁拿多少啊 那同时也有保护 他的债权人配有拿不到 而且他还能拿政府的福利 所以说呢 就是我们建议大家 如果你的资产 达到了要交遗产税的程度 你又不用用这个 人寿保险生前的这些福利了 你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个不可撤销的 B产税的信托里面 这样的话 你的这份人寿保险的死亡赔偿金 未来就不会占你的这个 遗产税豁免额度啊 那如果你要是觉得说 我还想用这个 人寿保险生前的这些福利 那或者呢 我是没有达到要交遗产税的地步 你就可以把它放到可撤销信托 再把资产给孩子的同时呢 孩子的债权人和配偶是拿不到 对他形成一些保护 所以说就是看大家具体是处于一种 什么样的阶段或者是需求 当然如果有进一步的问题呢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探讨 根据你的具体的家庭情况 个人需求财产状况 我们可以做出一些具体的分析和方案 谢谢 谢谢王林律师 还有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的话 有些家长 喜欢提前加孩子的这个名字上去 介意吗 就是 您会采取什么样的这个介意 对税务这个方面的影响 或者介意方面 对法律 对 就是很多家长 他想要把这个资产的直接 就是加上孩子的名字 甚至自己退出来 直接把资产完全给孩子 那这一点呢 我是不是很建议的 无论是从这个税务问题上 还是从资产安全上 我都不建议直接这么做 为什么呢 首先的话呢 就是第一点 我们把资产加上孩子的名字之后 这个孩子其实对财产就是有支配权的 那万一要是孩子 因为他毕竟和家长的想法可能不一样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觉得他还不是很成熟 那我直接把资产就放到他的名下 可能会对我的这个资产产生一些蔑失 比如说我真实经历的案子 就是父母呢 这个房子已经是全款买完的 就是这个房子上没有任何负担的 那父母想说孩子也大了嘛 所以说就把这个资产就转给了自己儿子名下 活着的时候就转出去了 结果呢 后来儿子结婚的时候 他在他的这个太太的怂恿之下 就一定要把他太太的名字加上 那他母亲就哭着来找我 就说说这是我辛辛苦苦攒钱买的房子 那本来是一个全款买的房子 这是一个婚前的房子 婚前我就给他了 所以说按道理 这是一个从法律上讲婚前资产 那如果有一天我的儿子 他真的这段关系破裂了 他其实不用跟这个小女孩去分这套房子的 因为这是一个婚前资产嘛 那我们就是再离婚 我们也只能是分我们婚内共同创造出来的资产 你不能分我婚前资产 本来是很安全的 他说但现在因为他要加上这个小女孩的房子 名字他一定要加 那这样子的话 就等于是男孩表示 我愿意赠半套房子给这个女孩 等于我们两个人本来一开始是我自己的 现在我俩一人一半 那万一以后他们俩离婚的话 岂不是这个女孩会带一套半套房子走吗 所以这个是母亲的一个担心 那这也是我们就是很把这个资产交给这个很年轻的孩子的时候 他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还不够财产上可能还不够成熟 或者说呢 就是他和母亲父亲的这个资产的这个使用方法 可能他并不是完全是一致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就意味着他把这个资产给了孩子之后 孩子的这个控制可能会超出我们的预期 甚至可能对于父母来想 就是产生了一个这个资产的一个分离 或者说资产的一个损失的问题了 那么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把资产给了孩子 可能孩子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但是问题在于呢 这个孩子他面临着一些外部的风险 比如说像我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 他出现了一个 就是把这个资产给了这个孩子 结果孩子自己都挺好的 但是他出门开车的时候 就是不小心就是刮蹭到了一辆比较昂贵的车辆啊 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昂贵车辆 他修起来也很贵 他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那个保险不够去cover这部分费用 把这个钱全都cover掉 全都付掉 他不够 结果这时候母亲就很着急的跟我说 说这套房子本来是我的 我的钱买的 结果我的孩子不小心撞到这辆比较贵的车辆 他说现在我这套房子岂不是岌岌可危 因为可能会导致我这个房子都卖了 就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粥 可能都不够还这套车被撞了之后 去危损的这个这个钱数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是没有保护的 那包括说万一孩子要是离异 他的配偶要跟他争的时候 也是有可能会产生一些纠纷 所以说就是这些外在的 万一有债权人有配偶的时候 这些风险对于我们的资产 对于孩子对于我们的这个家庭 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风险 那么第三的话呢 就是刚才Nancy讲的一个资产的这个税务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在生前直接把资产给孩子 这个从法律上讲到赠予行为 就是我活着呢 我把资产送给他 那赠予行为的话呢 这个房子嘛 所以未来很有可能会要卖 那卖的话 如果要是赚到了这个钱 他就会有一个资产增值税的问题 就是Capital Gain Tax 那也就意味着 如果他要是出现了这种 就比如说像有这个赚钱了 我赚钱这一部分我是要交税的嘛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就意味着我们把这个资产 给了这个 放到这个孩子的名下之后 那未来我的这个资产增值的部分 我是要回归到当时 我买这套房子的时候的市场价格 跟他卖了多少钱 这个比例 他都要去交这个资产增值税的 那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可能我这是一套 相对来说比较有历史的房子 我可能20年之前买的 当时这套房子 可能就值市价20万美元 我就把它拿下来了 那么后来呢 我又把这个资产呢 给了这个孩子 我后来过世了 比如说过世的时候 这个房子增长了100万 但是我是生钱给孩子的啊 然后我过世之后 孩子卖的 卖了个130万 那他就得叫他卖的那130万 跟当时我买的这20万 这110万 我就都得去交这个资产的这个增值税了 所以说这个房子如果更有历史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 他需要去交的这个资产增值税 相对来说呢 也就越多一些 那为什么我们说可以把这个资产 就是放到信托里 而不是直接要给到这个孩子名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首先我们刚才说 我放到信托里了 针对第一点 这个资产是我的呀 有生之年都是我自己的 所以说孩子 他不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是我的钱 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他不会擅自把别人的名字加上 造成家族资产的一个散失 这是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钱是我的 所以孩子的债权人和配偶 不会对我的资产形成一个威胁 我甚至可以在这个信托当中说 即便有一天我这个人不在了 我都要把这个信托留下来 所以说为什么把信托留下来 我要把这个规则留下来 那如果我要是把规则留下来的话呢 我就可以要求说 把资产给了这个孩子之后 那么孩子万一要是有这种 比如说债权人 欠人钱 或者离婚有配偶的话 那我可以要求孩子的这个债权人 和这个离婚的配偶 不能抢换孩子用我的这个钱来还债 或者是在离婚法院里面瓜分 所以说就等于是我的钱呢 不会成为他拿 就是有这个债权人和配偶的时候 成为他的一个障碍 成为一个他要为此而付钱的 这么一个原因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那么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信托成立起来 把资产放到信托里 我过世之后才给孩子 我不是生前给 我是过世之后给 那这个虽然说看起来都是把资产给孩子 但是他的这个性质就变了 因为这一次我已经过世了 所以他就不再是一个赠予 就是生前的赠予行为 而是成为了一个过世之后的一个继承行为 那么如果他成为了一个这个继承行为的话呢 那就意味着他资产增值的这个 换算的这个方式就变了 那就意味着他把这个资产增值的这个起征点呢 他就换算到了这个我过世的时候的这个市场价格 所以那也就意味着 比如说还是刚才那个例子 我买的时候是一套这个有历史的房子 二十万 然后呢 我在过世的时候 可能这个房子已经增长到了一百万 我的孩子呢 把它卖了 卖了一个一百三十万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基本事实啊 和刚才我生前赠予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呢 因为我这个行为变了 不是在有生之年的赠予 而是过世之后的一个继承 我只要就孩子卖的那个一百三十万 跟我过世的时候一百万 这三十万我去交资产增值税就好了 那我再简单的说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有生之年 从二十万我买这个房子 到一百万 我过世的时候增值的这八十万 我都不用交资产增值税了 就免税了 所以说无论是从这个资产的保护的角度上讲 说孩子自己不要乱花钱 说孩子的债权人配偶不要拿走 还是从这个省资产增值税的角度上讲 其实我们都更多的建议大家 是把它放到这个信托里 百年之后传承给孩子 而不是直接在有生之年赠予给孩子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谢谢 非常好 王林路师刚才回答了 就是说是赠予好 还是作为遗产好 这个的话不仅是税务 还有法律的问题 帮助大家 就是说启发与思考 所以的话就是三四二后行吧 在你把这个房产的产权 提起给了孩子的时候呢 请咨询一下产权师跟那个律师 这样子的话 你都觉得对你是有利的再去做 那么这一期的话 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的话题是房产 是放在可撤销信托 还是不可撤销信托 好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 再见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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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